和核四不同意重啟 核四重啟的能不能 必须建立在客观的事实跟专业的判断 核四临近的海陆域的断层的一个新市镇 叫S断层 总共长两公里 它的宽度从12.5公尺到32公尺 这条断层穿越了两部机的契机厂房 核四重啟的能不能 必须建立在客观的事实跟专业的判断 我们一起实际的从地图核四厂空拍照来看 核四厂盖的地点就在贡辽区S断层上 贯穿两部机组全长两公里 临近一号机宽12.5公尺 临近二号机镜头宽32公尺 而此数据就在2013年马政府时期 中央地调所早已确认此断层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